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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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哥仔,在搞甚麼 我在找動物在哪兒 甚麼動物在哪兒 甚麼,今天是25號 我在找動物在購物車 甚麼不是1號才交的嗎 你不是不知道 獨立付費節目25號已經可以交 如果1號那天有馬跑 那天才交,可能會虧一閘 哦,原來這樣的新玩法 又是月美,借一部電腦來 讓我自己先交付月費 沒問題,拿去吧 科學生早就跟大家見面了 這個題目,你說是科學 還是不算是科學 我相信大家都有少許爭議 不過問題就是 這個話題本身 我相信很多人會有興趣 亦都跟這個科學的新資 將會用甚麼形式去產生 有些關係 有些關係 我們在說 美國在6月11日 如果我沒有記錯日子 但都相當短時間之內 正式縮集了中國留美 是研究生果類的簽證 是,尤其是跟STEM有關 就是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Learing and Mathematics 這個問題其實 細節都很多,大家要知道 所以我們會狂笑 但問題就是 從科學角度來說 就不像我們評論政治 不是第一眼就是好還是不好的問題 你可以用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 就是純科學研究的角度 第一,如果你說很多中國的學生去美國留學 甚至亞裔,例如南韓、日本及其他亞洲區 其實對美國整個科研的隊伍 那個貢獻應該都是大 大,到今時今日都是大 曾幾何時,直谷有一個傳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是說,如果那間公司沒有甚麼 中國或黃皮膚棉孔的工程師 人家都不太信任你 我也聽過有一個在華爾街中 傳出來說,這個金融數學問題 如果你聘請了三個中國人都搞不定 就是搞不定 說這麼厲害 就是這樣說 說就這樣說 但裡面當然有一點誇張的地方 所以第一眼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即使在美國現一國 在美國裡面有人說 這個做法對美國 可能那個傷害是大過的好處 尤其是譬如曾經有博士 你們自己真的在美國留學做過研究 我相信你也知道 這個問題實際上不是一個短期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錢學森說來 錢學森當年在美國 其實如果你說到火箭技術 它是最尖端的一批 雖然不是說厲害到在理論的層面 怎麼最大貢獻 但是從計算方面 從改取的問題 而解決問題 它是最最頂級的一批 當時美國也很猶豫 譬如說讓它回到中國 會產生這些效果 毛澤東曾經平 它是值不知多少個C 結果放了回去後 真的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原來令到整個中國火箭的技術 起飛了 即使後來去到另一類 錢學森那些比較實務 即是說真的可以做一支火箭出來 譬如去到楊振寧 他們回去中國去見這些領導人 他們回去美國都要回報 譬如他們知不知中國核子的技術 核彈的技術發展到哪裏 有問我 那個已經是後期一點 其實在楊振寧理政道做學生的時代 或者是剛剛博士畢業的時代 譬如因為韓戰 和美國和共產中國反面之後 基本上已經不讓這些在美國留學的 中國華裔學生回到大陸 還有一個問題 譬如說接觸保密的資料 那個clearance是怎樣 這個我就不知道 但我相信如果在60年代之前 其實都幾查你的背景 但是當在這個冷戰結束之後 即是說90年代 或者90年代中期之後 整個問題也覺得不同 有性質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整個蘇聯亞架了 甚至還未去到那裏 去到70年代美80年代初中美建交的時候 是180度轉變 是反過來美國主動去幫助中國出不到國的學生 來美國那裏 即是給了很多獎學金 那些叫Cupspier那些計劃 即是李正道是其中一個幫手發起的人 基本上就是 是開了一堆Quarter 來專門給國內一窮二白的學生 最尖端的一班去完 所以可以說真的跟那個政治風氣很有關 首先就是為了反共 抗俄 然後後來就是抗俄的情況 再需要拉攏中國大陸的時候 又調轉 把政策扭轉了 即是原本有些不容易回到華裔學生 就變得回到去 過往只有由台灣那邊出去的那一班 其實很多時候主要是外省人 即是走爛過去台灣的那一班 台灣時好位多 其實在說丁少宗、李遠哲 全部都是這一隊 由於他們得到美國這個機會 就是造就了他們在科學上面的成績 所以你見到為何頭一批華人可以得到諾貝爾獎 你要數一班就是二戰時期 已經有得接觸歐美科學的那一班 然後就到由台灣出去的那一班 即是由中華民國國籍身份出去的那一班 就算你說朱京武雖然不是拿諾貝爾獎 但他的學術成就都高 甚至乎數學那些 你說陳醒生那些 其實他是屬於老一輩的那些 即是和大陸暫時沒有什麼關係 即是真真正正去到 真是由可以說 你如果數回到八十年代初期去的那一班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的學術成就 在今天真的是一個修成期 而且甚至乎他們 就算不是今天他們自己的學術成就修成期 就是在他們博士後研究 或者剛剛在他的學術成就開始的初期 他都會在美國跟很多人 亦都給了很大的成就出來 所以其實你看到就是 由八十年代一直掃落的三十年 到今時今日這個二零一幾年 就完完全全就是這一班 由大陸出去美國的人去協助美國研究 甚至乎他們自己拿到很多學術成就的一個修成期間 你就會看到我貢獻 剛才我們提到的名字應該提到崔奇 崔奇是由香港過去 崔奇是由香港過去 剛才我們提到的那個 如果你看近年的科學的論文 我相信你不需要選擇哪一部分 你問你學友 你總會在裡面看到中國人的名字 是是是是 那種拼音方法 XYZQ 甚至乎不要只說 paper 你去到一些一流的學校 裡面那些教授的名單 你發覺一樣都會找到不少這些人 所以現在我們如果真的給客觀去講 我覺得美國如果有這個政策的話 大家就不純粹覺得他很抵抗 他有一個客觀效果就是 頗多在八十年代的學生 即中學生是留在美國的 當時就譬如說 用楊振凌做例子 他是打算回去 但是那個時候他因為不能回去 就要留在美國 所以他要繼續在美國找工作 於是才有了他後來 拿諾貝爾獎那件事 所以你看一下 大家不需要用一個很情緒化 或者很政治的觀念去看 但是到了近年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也是近乎冷戰的問題 就是這麼多中國留學生 差不多成為整個美國科研的中堅分子 問題就來了 就是究竟這些留學生 他是忠於美國 還是忠於中國 還是他們很機會主義 就是以哪裏來搭 或者誰人買他們的知識 他就給他 這是第一個問題 但是整件事的觸發點是甚麼 就是我在一載時宇講過 就是Made in China 2025 就是中國製造2025 因為裏面提出了一系列的科研的行業工業 他們要做一個所謂世界領先的地位 具體來說就是裏面的原件和材料 要自給自足 達到2025年 對於美國來說 他有一個疑問就是 譬如牽涉到軍事科技 譬如機械人 電腦的調查 這可能我們將來在側走時時都會說 尋找自助博士 AI 所有這些問題就是 如果這些留學生 量子電腦 量子電腦 已經出現了這個 大家又要爭 就是造成了美國 特別在國防方面 他有一個警鐘 就是 會不會 你派這些人過來 其實就是純粹要 要拿我們的科技回去 你不排除這個因素 在近年十年 是出現了這個問題 因為似乎我們都聽很多 所以大家就不要單方面看 現在Donald Trump 會做這件事 或者美國做這件事 而一定是 中國那個 蝕取那個 如果你是計算到這一刻 我覺得美國只有一個 科技被蝕取的過剰數 如果你計算到一個平衡數 這個也要看比較中場線 還有這些招 限制學生交流出入境 我會說是比較髒的招 我不是說道德上的髒 你要達到你的效果 你會發覺這件事不太簡單 除非你做到非常缺絕 很徹底 要不就全部都不給你 馬上趕走 你現在這樣做法 其實就是 做不做 我真的不好看得到 只不過就是 令到一些人出入 不方便一點 一個自己親身的體驗 就是 我2003年去美國 紐約 那時候 九一一之後 美國突然之間 讓國家安全問題提升到的高度 甚麼都很緊張 當時不是一個中美對抗的背景 甚至是很合作的背景 但是當時是一個要反恐 以反恐之名 基本上又是 當時做的事 他不是限制這個 只是限制中國的 基本上就是所有外國留學生 其實特別針對於中東那些人 亞洲的他亦都有限制 亞洲得尼 其實他擺了中國 亦都在其中一個範疇之內 很不幸運 連香港都拿賣 為甚麼我知道 因為我都拿賣 那些簽證的全部就是 你搞他就是這樣的 我記得那個人 真的拿著那個學校的答案 那個取錄訊 去香港那個 零事館後申請 他一看 他說 你這課在我們的 list 裏面 這個 case 我們不能批准的 我們要寄回華盛頓批的 你要等回 四至六個星期 然後批了回來 只是說一年之內要入境 只可以入一次 如果一旦我回來 再回去又要再申請 他那時基本上限制了 跟那些真的科學有關 包括物理學 那時就算我都不知道自己做甚麼研究 他不理 總之你是這科就糟糕了 那就只有繁字 結果我真的大半年後又回來了香港 其實很多人就索性說 不如你幾年都不要回來 一路 如果沒有直覺 但我那時忍不住 結果我回來的時候 我要再申請的時候 又要經歷過這個步驟 我試過連開學都開不了 搞到那時差點要說 我那個時候不讓我讀書 都幾煩 那個時候美國 尤其是紐約州 紐約市的人就會很 對於布殊這些政策 又很不慈 即是會覺得 你要找來搞 即將我這些人當作 好像要是 要懷疑是恐怖分子 而客觀當時的形勢 就是說 亞洲來說 相對是一個 對美國來說 比較安全的地方 但在小布殊 他的政策就不理 一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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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明白當時整個美國的氣氛 是怎樣 其微說完 客觀上就是什麼 去到我差不多五年後 通常五六年後 就是我那屆的人要去畢業的時候 其實因為當時去讀的人 那個供給都有問題 很多人是搞不到簽證 起行不到 即是去不到讀 即是那時候收的學生又少 因為經濟的原因 批出簽證的學生又少 到他那幾年 其實學生數目相對少 亦都是不夠供應 再加上他也刻意捏著 就是不去刻意地去再 即是他那時候也是因為經濟問題 就說自己人就業都不夠 還要開給外來人 他當然由本地人優先 那時候還要開個洞 就是美國 我們長期是不夠STEM畢業的人 現在 甚麼是STEM? 節目開始有講的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即今日香港 用來擺放中學 講到天花龍鳳那些 又要香港的中小學生 要學這些東西 其實人家已經講了很久 但在美國來說 始終跟STEM這些科學科技 這些科的專門人才 很多時候要靠輸入 研究和讀研究員 基本上就是外來人 不要只說中國人 你韓國人很多 印度人很多 我剛才說的 你的供應又不是很夠 但你外面 雖然就業市場 又好像沒什麼位置 但你實際上 又真的找不到人 在美國 那時候還硬 就是說 他雖然捏住 那些叫H1B 勞工簽證配額 要捏住了 他就唯有給那些學生 那個實習期 就可以再拉長 叫做保住了缺口 你看到那種 美國是一個 在推動科學與科技 高度依賴輸入外國人才的地方 然後一旦有些政治事件出來的時候 其實都有些七雙拳 真的影響到自己科研的進度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仔細說 其實你在科學內 有些人敏感 有些人不敏感 剛才我們說 楊振玲和錢學森的分別 就是錢學森的直情是軍事科技 楊振玲都是理論 即是理論和實際要做原子彈 真是拉得很近才能 反而譬如鄧駕鮮那些就走得及 即是一早一讀完十多年就即走 即是韓戰還未打 以你自己的經驗 其實如果讓你拿來做這個政策 現在就縮短了一年 但我不知道裡面還有沒有計算 比如說那些是敏感行業 比如說工資、AI那些 還有沒有 其實是應該要的 就算是小布殊的後期 他都有這樣做 因為發覺實在一足高打算 打得太厲害了 於是慢慢 其實到我第二、第三次再申請 即是再回來香港 再要申請美國簽證的時候 已經放寬了 基本上到我第二次申請 他已經放寬了五年之內 任出任入了 Multiple Entry 首先他當然是篩了一些 不太敏感的地方 他會覺得大陸還是敏感的 但香港可以做一個例子 所以香港首先放開了一些 接著就到南韓、日本 其實都放開了 但是日本是盟友 不過日本有很少影響 因為日本人走去美國讀科學的 其實很少 他們喜歡去讀藝術多些 還有一些女性走出去讀的 因為女性出去讀 就可以避開日本的社會 正下來的 其實印度比較快就鬆了 只剩下中東那些難搞 然後就像你所說 根據學科的深度 會有一個 開始看你什麼國籍 然後他會嘗試了解一下 在香港的美國領事會問我 是做什麼研究的 我們那一群同學說 總之將你的研究 說到有這麼愚蠢 就這麼愚蠢 就行 不要讓他聽不明白 如果我 我們說 quantum 你聽到 quantum 那些就死定了 量子相對 那些就死定了 然後你聽到nuclear 那些字眼 就中了 你就有得搞了 我那時候 剛巧有人 都叫他 騙過小天文 又不是全部都做的 我就只說 我找星 找一顆新的星 拿著鏡子去找星 他聽了明白 他覺得這些是無害的 我就可以了 其實客觀的效果 這些政策 就是一時之間 去阻礙了 你詳細來說 你如果決定了 不能夠做到 一下子斬腩 完全跟中國學生來往 這個也不可能 你不可能做到這樣 你就唯有 很仔細地 又要去分類 是哪裏出現的 那你領事官就做不到這件事 甚至乎 你如果去到 再仔細一點 就是你這個所謂的 香港留學生 會不會其實本身 都在大陸受教育 找到這一層 又要看得再詳細一點 看看你是否BNO 甚至乎 現在去到 美國他們打算 連中國那班人 本身 他們喜歡 微信的戶口 說些甚麼 怎樣反美的 都要檢查 他喜歡的時候 要看到那一層 但是 那麼多人 你能看哪幾個 其實都是抽些 他都是用電腦做的 我估計 那些就脫離了 我們的範圍 但我想問一件事 以你自己覺得 其實現在美國應該最敏感 是哪幾個研究的科研 他們覺得要對中國的研究 他們列出了 你說核武 對於他們 已經反而相對沒有那麼 因為中國自己都有 火箭也是 中國自己都有 那些導彈也是 但是下一步 其實他們在想 其實我會估計 他們用這個思維 就是 如果再打下一個世界大戰 以甚麼武器決勝負 一定是 ロボティック 機械人 然後 還有精準的 Precision Technology 對 Precision Technology 再說 就是 Tactics 要交給機器做 AI 都算 基本上已經不是 3CAM 已經是 Traditional Science 我這些人都已經不適合 這個時代 正正說自己懂得做核彈 有多厲害 也不厲害 因為全部都放在網上 已經是一本 書籍 但是你說 去真是做一個 人工智能 研究神經元網絡 然後 懂得做 Terminator 機械人 就是那些 講得很清楚 我相信 如果是讀那些 你便中了 是啊 他們也說 不單在Visa問題上 我相信現在 你去到 你做這些研究 他們都會看看你的背景 遲些FBI 又下去了 這是我的預測 我其中一個 我會看成一個指標 就是 Kelland G. Mellon 他那一陣開甚麼 Master Program 那一科就是 我經常說 Kelland G. Mellon 這間學校 就去講那些 跟電腦有關的 未來科技 當他將那一科 開成Master 那樣東西 就是很賺錢 很有影響力 這些是行家 因為 你香港 都不知道這間原來是名校 香港真的不是很出名 香港人 那些叫Kelland G. Mellon 那間叫做Kelland G. Mellon 譬如我去讀的時候 最出名的是 Quantitative Finance Master Program 結果很多中國人都去讀 後來這科已經泛濫了 有幾個金融泡沫爆了之後 又不值錢 這些科 那他現在開啟 開最多AI 還有開最多Big Data 那些科 Big Data 也都是 AI和Big Data 他現在的金融泡沫 一向是以 做Computer Science Computer Engineering 首屈一指的一間大學 就是你讀 你讀 其實是去這間讀 但剛才陳漾然博士說的 我也有一點補充 如果你研究 一個問題 即是自從中興事件之後 我相信美國都在想這個問題 就是究竟有些什麼科技 現在中國是做不到的 我可以給大家一個清單 我可能錯誤 但其實那個approach 就是 原來我聽說 引擎的中國是做不到的 即是你說戰機那種噴射引擎 不止 一般人 其實很多都是 那天俄羅斯還在笑中國大陸 那些戰機引擎做 即是擺明被你抄都抄不到 他現在刪了 即是現在最新的那批戰機 是刪死了那個架 那個case 即是不讓你抄 然後很多這些 譬如我聽說 就是 飛機上的電腦機器 他做不到 是要購買 也要安排 其實就 你說再說多一點 即是有些 我不是 那些不是什麼軍事機密 但純粹我自己 就是聽道庭圖說過 那些醫療 有核子元素的醫療科技 譬如做放射治療那些機 要做得很精準 其實在大陸 他有 但仍是比較落後 很多時間要入口 他自己做不到 另外就是很日常 譬如現在高鐵那些老鬼 他們原來練不到那隻鋼 他們要在日本整條輸入 再加上就是自從那個晶片事件之後 最近那個環球時報 就有大羅大谷 說我們現在就去荷蘭那裡 訂購最新的那隻 專門用來做晶片的光刻機 說真的 你現在買得來 到你正式去用 量產第一批 已經世界又不同了 所以看這個問題 如果你深入去看 你發覺不僅僅有高科技的問題 很多一些所謂中級科技 或者很日常的科技 實際上都是靠輸入去填補 現在問題就來了 譬如說說到這些科研 是否實際上 中國現在開始的動機 就是這些要自給自足 因為如果你看過中國的製造2025 似乎是這個路數 但這個路數就是 沒有了外國 即是不依靠外國 達不到這個目標 如果真的被人一下子 切斷所有的聯繫 那它絕對達不到這個目標 剛才我們說 其實對整個軍事工業的影響是很大的 因為如果你一旦有所謂衝突 你上來 別人一去下禁制令的時候 即是不給出口的時候 你是跪下了 這個我們不用再說 因為這個不牽涉科學新知文 但是很短的時間 我想問陳志文博士 如果在中國科研的角度來說 如果你美國真的將來做得很嚴 如何突破科研的限制 即是美國如果看歷史 他嚴重的時候 可以突然間嚴重得很快 即是你如果真的突然間 一個南海衝突 他就突然間一天宣佈 你那些中國學生全部不可以出入營 那麼厲害 這個麥卡錫時代都做過 當他認為你是一個戰爭敵人 他就會突然間調高 所以那種 其實最近年中 中國大陸發覺事情起了變化 即是美國國內那種聲音 無論商界 甚至科技界 對中國的評價已經低了很厲害 整個世界已經轉了向 但是你說中國到時怎樣擋 其實現在正在做的 向歐盟入手 美國都不是一樣東西最厲害的 很多東西歐盟最厲害的 譬如我以前科學新知節目有說過 其實現在今時今日 在中國在某幾個領域 他有權說自己是牙策 說自己厲害的 譬如說在那個 量子糾纏的研究 基礎的物理 尤其是量子的研究 他有幾個範疇 我當時都… 世界領先 是世界領先 他透過和奧地利合作 其實那位就是潘建偉和他的師傅 合作 到今時今日為止 還是領先 另外在我們一向提過 他藉著自己國內的環境 是一個實習人工智能很好的試驗場 以及大數據的很好的試驗場 因為很多他完全沒有任何法律上的阻隔 沒有人坐頭坐勢 對 另外在那個… 其實有時候很簡單 那些人工智能的路數就是這樣做的 你有足夠多的資料 有足夠強的運算效能 你就能夠達到那個目的 即是你美國想都不想 不敢這樣做的 就是隨街頭去認誰 亂派垃圾 亂過馬路那些東西 然後還要立即開罰單給你 現在正在做的 即是說你很多人買不到車票和飛機票 在這些方面 你發現已經是… 你看到大陸是領先了 而很多時將它轉為軍事用途 你會發覺很容易 譬如你會開始懷疑 會否中國已經有能力去做一個量子的雷達 去破隱形戰機 很明顯它們是在做的 它真的有心做的 這件事也有科學根據 甚至乎去到潛艇 會否有這樣的可能 即是去發現這些東西 這件事對於美國來說 它不會想不到 不會憂慮不到 但我說的是 在一個整體的環境 全面超越美國 即是一旦遇到這樣的所謂 即是美國要在科技上制裁中國的時候 這個你估計 如果要做 在這樣的條件上 做不做到 如果要做到是多少年了 多少年 我想不是說用年來計 是它有沒有能力去發動整個世界 去堵截了中國去獲得這些科技成果 即是日本又不給你 你一定不可以決定 你一定要鎖定 俄羅斯那些 就關鍵時候出賣大陸 出名的 即是俄羅斯 即是它跟你中國朋友 都不會給你第一手的東西 即是 現在的自己買得很貴 即是我覺得很活該 即是俄羅斯從來就吃滑了中共 即是它一定是很有辦法去領先著你的 按著 按著 但美國反而一路就 就反過來就比中國佔了很多便宜 但中國變了要做 即是它又要致命很多東西門戶打開 而俄羅斯又沒有這樣去做 但如果美國這樣做的時候 即是它的網絡一直都要將到北約組織 整個歐盟 甚至乎連去到日本 當然還有 以色列 以色列 你知不知 現在F35的B是第一個用的 是以色列用的 不是美國自己用的 是的 即是你的網絡要去到這樣 你要用反恐的力去對付中國 即是對付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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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如何整件事都很複雜 我們現在只要看看 第一個 即是一個補充 即是一個預演 即是一個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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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留意一下澳洲那裏 是其中一個爆發點 為甚麼 澳洲那裏 基本上澳洲它是好 現在好 開了警告 即是開了警報 即是中國嘗試 即是介入去的政治 甚至乎是拿去的軍事科技 明白明白 另外紐西蘭也是一個爆發點 最新的 紐西蘭就是最新的 最新的 這些政治問題 我們將來有機會在其他節目先說 我們下一次回來 真是講講一些很 hardcore的科學知識